花莲的疫情连续两天破百 列为高风险的县市 中央而且在17号宣布提供 10万剂的公费快筛试剂 在17号的晚间已经送抵了花莲 花莲县卫生局局长朱家祥表示 10万剂的快筛试剂 民众不是直接到医院诊所就有 需要挂号并且经由医师评估 符合资格才可以领取 还请乡亲要特别的留意 新冠疫情延烧 中央列为高风险县市 包含新北、台北、基隆、桃园、高雄和花莲 花莲分配到10万剂公费快筛试剂 在17日晚间送达花莲县卫生局 卫生局长朱家祥表示 花莲的10万剂快筛不会以普筛方式进行 会以确诊者周边匡列人员来做精准使用 所以民众不是直接到医院诊所就有 需挂号经由医师评估符合资格才可领取 这10万剂的公费快筛试剂将如何的运用 我想我们大概不会像基隆市的做法 大家可以知道基隆市虽然说 这个20万剂来做基隆的普筛 基隆市的确诊依然是一百多位 所以不是一次的普筛就能把疫情全面的压下来 对Omicron来讲 那其实这样做法反而会浪费更多的资源 那我们目前的这个10万剂的做法是会针对于 我们说的确诊个案 他的周边的关系 包括他的家人 包括他职场上的人 然后来做这个快筛的现象 那希望能够把确诊个案周遭的人 做个同时不同步的一个筛检 把这些确诊的人全部都给他框列出来 然后加以治疗 那我想我们未来的方向会从这个部分去着手 18日起 华联民众可前往华联县核定的26家医疗院所挂号 包含华联市11间 秀林新城吉安共9间 寿封凤林公负玉礼副礼6间 并提醒民众快筛后落实阳性 不能随意丢弃 必须以家里人带封好 前往医院挂急诊 进一步检查及治疗 记者长帮院华联市报导